有專家分析這次內地工程船的意外 是因為協調船隻平衡的主機失靈 最終令到撈鏈受力太大 令到船身斷裂 以及船本身受的浪的擺動不是一致 沒有產生共鳴而產生一個扭力出來 就會在船的中間點抹開 飛行服務隊表示 颱風和邵氏船隻距離相當近 直升機需要繞過雨帶才可以抵達現場 加上出發之前資料不足 難以計算飛行速度和耗油量 另外現場附近有風力發電場 風車有800呎高 直升機要避過 風車才能夠將飛行高度下降 拯救困難非常大